高雄市長補選倒數民進黨候選人 陳其邁站上掃街車準備出發 但就在這時候拿出一瓶防曬乳 向媒體秀了一下 接著上演土臉秀 只見陳其邁在手掌擠了滿滿 就往臉上抹 厚厚的一層白色液體 不說還以為是洗面乳來洗臉 還有耳朵也要記得擦 大家記得擦防曬 太陽很熱 我車上有啦 但是要擦對防曬 防曬油不要擦錯了 像蘇院長一樣 陳其邁提醒媒體要防曬 也不忘把蘇院長的白白臉 拿出來再開玩笑 防曬真的不得不注意 陳其邁在一早七點多行程 安排在大樹區路口拜票 毫無遮蔭的地方揮手微笑 只為拉選票 悄悄陪著拜票的邱憶營 身上穿著防曬外套 頭上戴著帽子 墨鏡跟手套 可是做足準備 昨天跟今天天氣超好多 昨天還會冷 對手李梅珍今天掃街在左營區 自己笑著說為了選舉拜票 都黑了好幾階 防曬是一定要準備的 因為太陽非常的大 而且我已經曬得很黑了 黑很多 所以一定要擦的 也是要向院長擦得很白 防曬很重要 有幕僚立刻遞上帽子外套 原本都穿上的李梅珍 就在上車前又脫掉了外套 高雄市長補選倒數十天 候選人們頂著風吹日曬 就算曬黑只要能夠多爭取一票 也算值得 記者林天堯 蔡宗旭 林智慧SG小組 高雄報導